今极乐菩萨 极乐世界 生到极乐世界 就是阿维悦智菩萨 这一句重要 在我们这个本子 是在第二十月 四十八月第二十月 借做阿维悦智菩萨了 阿维悦智就是 不退转 发生菩萨 圆满 证得三种不退 第一种 魏不退 阿罗汉证得的 第二种 行不退 菩萨证得的 第三种 念不退 发生菩萨证得的 那么在极乐世界 只要往生 凡圣土 下下平往生 也是 阿维悦智菩萨 所以极乐世界 真平等 从你自己 根性上来说 不平等 但是到了极乐世界 没有一样不平等 跟谁平等 跟阿弥陀佛 平等 阿弥陀佛 你身体 你身体 体质 跟佛一样 相貌 跟佛一样 一切受用 智慧 神通 道理 没有一样 不相通 真平等 真平等 所以这个法门 男性 这么好 哪有这么便宜 你就得到 为什么 这个要相信 花言尽数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如果你本来 不是佛的话 那就很难了 因为你本来是佛 所以 你只要承认 这一句话 佛说的 本来是佛 我本来是佛 我就能得到 本来不是佛 就没办法 佛还有一句话 我也是花言尽数的 一切众生 借由如来 智慧得相 这句话很重要 我们的自信里头 跟佛的自信 是一个自信 通通居住 无量智慧 无量得能 无量向好 得能就是今天 讲的技术能力 没有一样 你不通 没有一样 你不明了 不要向外求 向内 向外求 错了 心外无法 这句话重要 一切法 从心向神 这都是教我们 从内求 不从外求 那里头有 有障碍 它透不出来 必须把障碍放下 把障碍破除 自信里头 自信里头的智慧 等等 常通无阻 这才能 弘法理生 那那么极乐菩萨 善谈 祝福 密尤 乃 善能开眼 祝福 一切 邪灭 甚深 密尤 这一句话 说得好 善 是自然 如果叫通为思维 想象的就不自然 善是自然 人一问 立刻就能了解 他所问的意思 你就能巧妙回答他 帮助他 破灭开悟 这就是善谈 如果你 帮助他 他不能 开悟 甚至 反加疑惑 那就错了 那就完全错了 决定叫他 不怀疑 帮他 破灭开悟 提升 他的信心 兼顾他的 怨心 这个说法 就对了 这就是真法 我们 在教学 过程当中 言语有所谓 教学 想象 是真的 不是假的 喜欢 喜欢讲经的人 比较容易 开悟 为什么 天天在尖叫人讯息 他的妄想 杂念 比较少 他读经 想到经里面 所说的 念佛 也要想到经上 所说的 他才能 长期念下去 不怀疑 不懈怠 没有经教的支持 很容易 携带 懒惰 念念以后 就忘掉了 尤其我们 现前的学会 太复杂了 无话八门 真叫人迷惑 颠倒 那磁场不好 热闹地方 人多地方 走进去 头昏了 在过去 磁场好的书店 书香气味 人到了你 特别有好感 现在连书店都不行 书的内容也是 也是 有问题 书店的气氛 跟从前 大大不一样 在从前 我经过书店 想进去看看 现在 不想进去 比外面 还严重 这就是 现在 连 言论 住宿 有问题 之间 不正 引导你 走些路 很恐怖 很恐怖 这极乐世界 就不一样了 那个地方的磁场 一定是 一切祝福磁场 都比不上 这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我们要多了解 说到这个地方 乃善能开言 祝福 一切邪密 甚深之谜 这一句 我们可以把它来赞叹 黄念祖老军死的 敬修 结药 报文 那是 真正 祝福 一切 邪密 神圣 妙 万年 最后一部书 不是他写的 他想聊天的方式 在家里 坐在一个台语上 听众大概 我六七个人 聊天的方式 说出来的 是他一生 修福 圆满的 究竟的 心得报告 这是一部好书 我们要认真 努力去学他 我听了很多很多遍 天天都想听 听了都舍不得离开 他这个尸首力多大 你能听这个书 我相信 听个六七十遍 就会上瘾 听上个几百遍 能不开悟吗 你还会改变方向吗 你还会换一遍 不可能的 真正向心见度 绝点得深见度 阿 祢 佛 阿 祢 佛 阿 祢 佛